台湾装备重大突破 由中商科学院负责的强工专案在历经数年研发测试后 终于完成了作战测试和评估 近期提交的报告显示 在去年8月份 台湾空军已经在九鹏基地进行了增程型天宫三型防空导弹的初期作战测评 并验证了系统追踪、接战以及拦截能力 测试结果符合验证标准 目前空军已经开始规划后续量产案 将纳入兵力整舰规划中 自1996年台海危机后 台湾深感防空反导能力的不足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短板 军方将研发新型防空反导系统作为优先事项 要求中山科学院以天宫二型防空系统为基础 进行开发战术弹道导弹拦截系统所需要的基础研究 然后根据研究结果进行正式的防空系统开发 核定以5年39亿新台币预算 这项计划被称为层系计划 防空系统被命名为天宫反战术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天宫三型防空系统于1996年正式开始研制 并在2001年完成首次飞行测试 2007年完成首次拦截试验 自2010年开始台湾便对天宫三型防空系统进行初期作战测评 包括目标侦搜、指挥管制、射控引导、电磁防护 以及对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战机等目标实弹拦截测试 最终在2013年完成作战测评 2014年9月台湾空军编列748亿新台币预算 计划在2024年之前采购12套天宫三型防空系统 自2018年起逐步替换老旧的英式防空导弹 之后还将逐步替换固定部署的天宫一型与二型防空系统 每套天宫三型防空系统的价格仅为爱国者三型的六分之一 维修成本为十一分之一 天宫三型所装备的雷达系统 侦测距离超过400公里 可以同时追踪150个目标并接战24个目标 主要负责拦截吸气式威胁 量产型天宫三型防空系统 射高达到45公里 远远超过爱国者三型的15到20公里 但低于增程型爱国者三型的60公里 由于台湾对导弹的需求逐年增加 中科院在2018年兴建各式导弹的量产厂房 使天宫三型防空导弹的产量由每年48枚提升至96枚 为了继续强化天宫三型导弹 中山科学院在2014年开始执行代号为 《强攻专案》的增程型攻三研发工作 分5个年度编列70多亿新台币的预算 强攻专案中的增程版天宫三型的射高将提升到70公里 自2020年起中山科学院已经进行了多次试射 拦截模拟短程弹道导弹的天宫二臂把弹 空军也在2022年8月份完成初期作战测评 并在今年2月宣告测试完成 后续将开始量产 相关人士透露 已经完成作战测量拦截验证的 是强攻一型导弹 也就是增程型天宫三型导弹的一型弹 拦截高度可以达到70公里 超过现役爱国者三型与天宫三型的拦截高度 至于强攻二型导弹 拦截高度预计可以达到100公里 目前正在持续进行作战评测中 在这次提交的报告显示 全岸以赶攻计划完成研发 及作战测评拦截飞尸验证 现由中科院完成结案作业 空军已将后续量产计划 纳入兵力整舰规划 构建纵深的防空导弹防御网 提高整体防空战力 强攻一型导弹虽然对外宣称是 增程型天宫三型导弹 但严格来说 两者已经不是同一种导弹系统了 强攻一型导弹配备的高效能 微波功率放大器 能够精确掌握来袭弹道导弹的动向 并能对其有效摧毁 作战效能与寿命 甚至超过了 美智爱国者三型防空系统 此外 强攻一型所配备的 新型导弹鼻锥罩 弹体复合材料 以及导弹推进系统的效能 都远超现役天宫三型导弹 强攻一型弹径约460毫米 弹长7米 重量达到1635公斤 最大拦截速度达到4马赫 与量产型弓三导弹最大区别是 强攻一型采用了两节式导弹推进器 第一节推进火箭 将弹体推至平流层后脱离 第二节弹体上的侧向推力火箭 使其能在稀薄的大气中进行机动 同时还在弹体部分进行了轻量化 除了原有的金属材质以外 部分采用了复合型材料FRP 在导弹弹体减轻后 固态燃料推力能把导弹推得更远 强攻一型防空系统主要由发射系统 导弹 相控阵雷达 指挥中心 以及其他保障车辆组成 每部发射架可以挂在4枚导弹 采用垂直发射方式 具备全向接战能力 在发射导弹时 发射系统会在阵位伸出液压支柱 利用水平仪将底盘调平 然后起数发射架发射 强攻一型导弹采用雷达和红外双模制导方式 雷达制导系统包括导引头 遥控发射 接收机系统和自动驾驶仪 当雷达受到干扰时 还可用红外探测器继续搜索和跟踪目标 强攻一型防空系统 采用了类似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机动性相控阵雷达 起初台湾是想引进 由四面阵列天线组成的 可机动的ADART战术防空相控阵雷达技术 但由于这款探测系统的 最大探测距离只有240公里 难以覆盖广大海域 于是便改成了通用公司的 ADAR HP高功率雷达 为S波段单面被动式相控阵雷达 采用了固态收发单元 电子扫描技术 最大探测距离450公里 有效探测距离300公里 初期ADAR HP雷达由于体积过大 导致计划中的地面机动车载方式 难以实现 最后不得不改为固定部署 后来台湾在此基础上 研制了机动长白雷达 雷达天线平时采用平放方式 使用时才将天线升起 雷达天线探测范围 约在90到120度之间 在雷达工作时 天线无法左右转动 机动长白雷达 具有较好的高速弹道导弹 探测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能够边跟踪边扫描 多个高速目标 同时监视100个空中目标 发现目标后 可在几秒内 让天空三星导弹完成发射准备 机动长白雷达还具有频率跳变能力 在受到干扰时 会自动转换频率 为了保证机动长白雷达的安全 还专门配备了两辆电子诱饵车 当雷达遭到反辐射攻击的时候 干扰车上的诱饵天线 就会发射诱饵信号 诱骗反辐射导弹打偏 机动长白雷达车上 除雷达天线外 还有体积较大的车厢 并有人员舱门 这表明雷达车担负部分指控功能 增程型天空三星防空系统的导弹 拦截过程一般分为四步 首先由机动长白雷达计算来袭目标的弹道 然后发射增程型天空三星防空导弹 到了第三步 导弹会在制导系统的指令下飞向目标 最后就是接近目标时 导弹雷达寻地器开启 引导导弹开进目标 然后通过破片杀伤战斗部摧毁目标 台湾在进行天空三星一星弹作战测评的同时 二星弹也进入了研发阶段 射高可以达到100公里 弹体设计与一星弹有些不同 预计将在仅一两年内进入作战测评阶段 目前台湾针对台币的防空部署 主要由爱国者二星与天空三星作为主力 但这些防空阵地除了南港连与新电连是反导任务以外 部署在新北市万里区的爱国者防空阵地 其实是执行对东北角空域的反飞机任务 搭配新北市三支区的天空二星防空阵地轮流战备 也就是说台湾西北部面对海峡的空域 在新北市的三支区以南 要一直到台中大渡山区才有天空二星导弹阵地的部署 空防不够严密 台湾空军防空及导弹指挥部公告 打算将六个过去美国曾使用过的防空阵地进行招标说明会 打算将其重建以便部署天空三星防空阵地 包括苗栗西湖 桃园龟山 桃园山脚 一兰苏澳炮台山 花莲美伦山及台东支本等 其中苗栗西湖和桃园龟山基地 美军曾部署过胜利女神导弹 营区和弹库目前列为平风战起 平时封起 暂时启用 未来将建成适合天空三星防空系统的射控区 以及弹药储存的新阵地 其余四个阵地过去也曾部署过英式防空导弹 另外 台湾还打算新设17处天空三星防空系统的阵地与相关设施 预计在2026年前完成 近年来 台湾不断提升防空反导能力 随着爱国者三星 天空三星 增程型天空三星 以及陆射舰二等装备逐渐部署 服役半世纪的英式防空导弹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提前退役 至于绿岛未来需不需要再部署防空部队 这一点还需要经过研究决定 因为台湾新型防空系统的作战范围更广 MIM-23英式防空导弹自60年代服役 至今已经半个世纪 主要负责台湾中低空防御 并在1994年至1998年间进行了PIP-3升级 将跟踪雷达更换为ANMPQ-62型 火控雷达更换为ANMPQ-61型 增强了抗干扰能力 优化了打击低空目标性能 技术性能达到MIM-23F型标准 不过台湾自2000年购入162枚导弹后 再未进行任何技术升级 所有库存弹药基本超过设计储存年限 但这款装备服役已久 不仅在操作发射上容易致生命危险 连平时的储存的风险也不断提高 并且其生产线也已经关闭 台湾确认其没有改良或延售的可能 再加上近年来 台湾采购爱国者三型防空系统 搭配自主研发的天空三型 还能够完成中低空拦截任务 经过量产后的陆舰2 也可以担负野战防空的任务 所以台湾才会决定将英式导弹除役 台湾原定在今年年底 完成英式导弹的裁撤作业 但整体计划可能会提前到上半年执行 不过英式导弹虽然会除役 但也有可能继续服役 可以搭配CSMPQ-90 封眼机动式有源相控阵雷达 用于针对支撑机和无人机的低空防御任务 原配的ANMPQ-50脉冲搜索雷达 将转交给陆军继续使用 军方已将天空三型爱国者防空系统进行机动部署 其中包括部署在北海岸一带 确保北台湾防空战力 不过确切的地点不便透露 防空系统并非采用单一地点部署 而是机动移防至位数区域 目前台湾空军的防空单位归属防空及导弹指挥部管辖 由四个防空旅 一个导弹旅 一个防空管制中心 以及一个综合保修总场 构成台湾空军及指挥部 负责台湾空域的防空任务 其任务内容相当吃重 除了爱国者三型 天空三型等防空系统外 也有包括熊二翼巡翼导弹 熊升导弹等特种导弹混编在内 目前增程型天空三型防空导弹 已经小批量拨交给部队 熊升导弹也开始小批量产 并同时间作战评测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下期会讲台湾研发成功的航母杀手 敬请期待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